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醒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要注意会有明显的降雨发生 那从雷达回坡图上来看 由于西南风持续输送潮湿而不稳定的水汽 今天台湾附近已经是算是有力对流发展的一个环境条件 那中午前后在热力作用的加强下 台湾各地近山区都有午后热对流发展 而且也出现局部性比较大的雨势 那我们同时也更关注在台湾的南方到西南方这个海域上 逐渐都有一些海面上的对流云系在接近 我们要提醒大家 当对流云系移入陆地并且影响当地的时候 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时强降雨 甚至是雷击、强震风等剧烈天气现象 因此我们要提醒中南部以及东南部的朋友 在今天下午之后要特别留意气象局发布的最新天气讯息 那我们从电量降雨预报上来看 今天下午随着西南风持续在增强 环境条件会更为不稳定 因此整个中南部的降雨今天下午还会越来越明显 那除了从海面上移境的对流之外 由于西南风与地形会产生交汇的作用 所以在西南部的山区也要特别留意降雨的状况可能会比较持续 那到了今天晚上午后热对流的部分在晚上就会渐渐的减弱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西南风的影响今天晚上仍然是持续 而且甚至会一直到明天的清晨白天这段时间 西南部的降雨都还是相当明显 我们预估这波降雨的雨势减缓的时间是在明天的晚上以后 而到了周末礼拜天预期天气就会恢复到比较稳定一点的形态了 那另外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今明两天南部东半部的沿海以及基隆北海岸 仍然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同时今天因为适逢大潮期间 在南部沿海低洼地区排水的条件比较不利 也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淹水的状况 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 整个降雨最明显的时间会从今天下午开始 提醒中南部及东南部的朋友 今天下午开始都要特别留意气象局发布的最新讯息 以上是这节记者会的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